多年前在南投創立易经大学的混原禅师 昨天举行动图大典 赤资12.8亿修建维新大礼堂 预计在2027年落成 虽然才刚要开工 但模拟图曝光之后已经掀起讨论度 因为外观简直就像是总统府的翻版 维新大礼堂动图仪式 混原禅师亲自主持南投县长许淑华也来了 只是建筑还没有完工 设计图曝光后就先引来热议 不管是外观建筑还是配色 都跟总统府很神似 让网友直呼难道南投也要盖总统府了吗 那一栋看起来像什么 总统府 总府 类似 很像总统府 很像真的很像 微信圣教先前在南投 新建八卦圣城以及易经大学 今年再赤资12.8亿元盖大礼堂 占地5200平方公尺 预计地下两层地上七层 2027年建造完工后可以容纳5000人 设计巴洛克的一种建筑的形式的表现 微信大一堂未来将举办宗教研习活动 这一回加上总统府外观引爆话题 也渴望成为南投的新礼标 记得曾如辰南投报导